在森巴妇女节来临之际,3月7日,东航江苏公司的五位女飞行员利用周末轮休时间同媒体分享了儿时梦想和飞行故事。 当天中午,记者见到了这五位充满活力的女飞行员。 镜头前,她们个个英姿飒爽,身上自带光芒。 9.5后,女飞行员潘婷是一位江苏姑娘,身材高挑的她,言谈间总是带着微笑。 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离地三尺不分男女,女性飞行员就是一个工种,我们和男性所有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即便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女孩子也会经过不让许美。 潘婷告诉记者,飞行员和空城都有一个专属行李箱。 我身旁的是飞行员的百宝箱,然后打开之后这个是帽子,然后还有我们的EFB电子飞行包, 里边是有航图,还有飞行资料。 这个是我们每次飞行所会携带的驾驶员飞行日志,用于记录每次飞行的航班任务。 然后,骑驶机场,还有时间航班号,还有以及对自我评价,以及机长和教员对我们的评价。 这对于我们的晋升,还有学习过程当中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然后我们也通过不断地自我反馈,还有不断地提问,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 在潘婷心中,不矫情,不娇气的女孩最美丽。 这也使她做事更加果断和厉厉风行。 和潘婷一样,同行的女飞行员也都有自己的独特之美。 朝鲜族姑娘朴顺子是一名90后女飞行员。 她从儿时起就有一个最初的梦想。 儿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因为父亲曾经是一名气象员。 就是对于天空啊,对于云啊这些,她可能会给我讲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让我对天空有一定的向往。 长大以后,这份工作会带给我一个高度的职业认同感。 我小时候是想当一名语文老师。 机缘巧合,走进了飞行这个行业。 当我真正喜欢上飞行这种感觉的时候,是第一次单飞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工作会一直做下去的,不会放弃的。 疫情当下,飞行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坚守岗位,承担着医护接送和复工返程的航班任务。 平时需要将旅客安全地从出发地送往目的地,运送医务人员有一种送壮士出征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使命感。 有一些医务人员结婚第二天,然后就奔赴疫情现场去支援,就是让我觉得真的是舍小家为大家,非常的感动,希望他们能够安全地回来,一切顺利。 感谢观看